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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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次來到 Amy Little Miss Room 頻道 我是 Miss Amy 今天很開心 再次在這個頻道上見到大家 今天我想和大家 去分享一些 可能大家都很想知道 究竟我們怎樣能夠 把自己的聲音唱歌的時候 變得更強 即是說變得更厚 譬如你聽我說話的時候 好像很單薄的聲音 但我們唱歌的時候 怎樣變得更厚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大家有沒有羨慕過 在Youtube上面聽到一些 外國歌手他們唱歌的時候 去到某些很climates的位置 唱得很正 很正的意思是 他唱得很strong 還有感覺很有力量的感覺 還有聲音特別是很厚 還有好像有些刨口的聲音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究竟這些聲音怎樣去做呢 大家有沒有試過做過這些聲音呢 其實這個練習 能夠幫助到大家 可以找到 我們唱climates 或者唱一些很澎湃的聲音的時候 可以用到一些露聲 跑酵聲 去唱歌的 不如我示範一次 這個標誌 一由是有 sample 一由跑酵聲的 rolling in the deep 有一個是沒有的 大家可以在家裏做多一點這個聲音 但是如果我們不用丹田去做 我們根本上想不到你 所以我們用身體的體力 好像擺一些獅子叫 老夫叫 去練習這個位置的力度 練習的時候 你嘗試把這個力度 在一首歌上 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咆哮聲 今天我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今天我小小的心得 能夠和你分享 去幫你去發覺一下 咆哮聲可以怎樣去做 還有怎樣去做出來 希望你能夠在你適合的歌上面 如果需要用到這個聲音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放下去 嘗試看這首歌會不會變得更加 正 更加強 更加很厲害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你去訂閱 Amy Little Miss Room 這個Youtube頻道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和IG 希望有今天的小小的心得 能夠幫助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